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 联合打造的节目《湾区传媒体》 我是梁可熙 我是薛逸文 我们搜罗回来的消息涵盖很多方面 今集的《广为人知》 给你看看近墓冰柱萝白开花 而湾区新里程 就去到贵阳参与一场动月演唱会 紫园鸟瀚神州 就会和你去到惠州那里看看煤花 好了,事不宜迟 我们立即出发去南北快市 第22届澳门城市艺术节日前举办 集合超过100位艺术家 期间举办多场演出和活动 观测全城舞台 处处观众 人人艺术家的举办理念 《远行在脚边》 是澳门城市艺术节的其中一个节目 观众可以跟随舞者的足跡 漫步二龙侯公园 近日,张平永福台湾街开街 站两岸美食嘉年华 在福建龙岩举办 市民可以在这里品尝台湾美食 欣赏补岛风情 据了解,张平永福台湾街 在一条具有两岸特色的台湾主题商业街区 融入台湾氢化老街元素 并修建龙台美食城 集中展示台湾独特美食风味 原创特色商品 两岸飞为特色文化等 最近,苏州市平江路的河水 连续登上热手 平江河水晶莹剔透 能够照见天光云影 阳光下水面近乎透明 游船就好像飘在空中一样 阳光晒在水面 一瓢碧水,波光沦沦 看上去就好像啫喱一样 因此网友将它称为啫喱河 当地从2012年就开始进行彻底的河道清淤 并且逐步推动平江河完善居民家的雨污水管网改造 相关齐下先有现在水清岸陆 如常浅底的美景 水果消费迎来旺季 品类丰富的进口水果陆续空降南京 南京六口机场每天都有搭载 去生鲜冰鲜产品航班进境 为了令市民可以吃到新鲜的美食 海关开通生鲜产品绿色通道 成立了生鲜茶验支援专班 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一站式服务 生鲜产品落地之后 现场海关第一时间进行茶验 一般两至三个小时之内 就能够完成茶验并且放行 确保消费者能够第一时间 可以吃到新鲜的水果 Mason, 动物园我相信你曾经去过 植物园你会不会经常去呢 经常一定不会 不过你这么说 肯定是华南国家植物园有好介绍 醒目了 其实就是说在华南国家植物园的 温室群景区的高山植物室里面 有唯一一棵近毛病树萝卜 正植花旗 瘦利雅致的小花 一串串地挂在树枝上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这朵下垂的圆统型花 就是近毛病树萝卜的花 近毛病是指叶病较短或者没有叶病 树萝卜通常就是指导卷花 科树萝卜属的植物 其中有这种类的 竞肌部庞大情快藏就像萝卜一样 不同花发育的阶段 它的颜色会发生变化 花罐同时会从黄绿色变成鲜叶的红色 这棵近毛病树萝卜 2020年1月由西藏蜜脱引种栽培 2023年1月首次开花 目前植物园仅似一棵 很红火起庆 就像灯笼那样 逛花街是没有看过这种花 石楼仔的那种感觉 因为这种颜色会有一种思觉上一种愉悦感 好像春天或者一直继续好心情 幻南国家植物园 早在2004年开始进行 树萝卜属植物野外引种 另一种的树萝卜属植物灯笼花 也正值花期 花冠裂片比近毛病树萝卜更加长 反卷程度也更高 广州市南沙区万颈沙镇的 番茄楼重剩面积接近1.4万亩 年产量超过5万吨 清甜多汁的番茄楼 也都成为万颈沙镇的金七招牌 万颈沙镇举办番茄楼产业大会 推出了新的举措 去促进产业发展 让我们现在带你去看看 每年10月至4月 就是南沙番茄楼丰收的季节 珍珠是当地最有名的品种 已经有将近20年的种植历史 近年来通过农技专家的推广 香甜远落 售价更高的红宝石番茄楼 和胭脂红 西瓜红也都慢慢成为了 当地的明星品种 我们觉得这个红宝石番茄楼 在万颈沙种植 我觉得可以去大力的推广 这个产品口感非常好 酸酸甜甜 红宝石虽然受市场欢迎 但是产量不高 为了鼓励农户种植红宝石 当地发布了 翻石楼产业发展奖保政策 还为种植户发放大礼包 接下来万颈沙镇将以科技加政策为双保障 标准加种质为双献 标准加种质为双献 探测、云种植等更多 群众加源头的连结模式 全方位推进翻石楼产业 高质量发展 在乡村田野里感受自然气息 成为了很多人假期的新选择 没错 那我们现在就跟随镜头 一起去到中山市三乡镇的桥头村 去感受一下 这座国家级生态示范村的魅力 走入中山市三乡镇桥头村 空气中的杜田清香 田野边的书房民宿 向来往游客展示着美丽的乡村风情 去年十月 这间杜田咖啡馆刚刚装修完成 负责人高文基表示 咖啡馆的客流在假期明显增多 这里以前是一块 全部是草荒地的形式 然后我们就投入 然后就跟知名怎样去共建 都是共建形式 怎样去整理好它的环境 这里很经常会有一些学生 创作那些我们都会跟它们联合 在这里做一个小的舞台 给它们发挥的 全新的咖啡馆是桥头村叠变的缩影 作为有住近千年历史的文化古村 桥头村是镇级百千万工程典型选树培育村 近年来村里面大力盘活资源要素 造强农民旅特色 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和富民增收 桥头村 桥头村通过田园综合体改变经济业态 开办道田咖啡 悠闲茶馆 特色民宿 打造出有特色 有量点的稻田农坚文化产业 平均每月客流量超过一万二千人次 我们到处围绕了这个田区 去做一个文旅项目 比例好像这个 因为密集民宿那边 都是今年十月份 算城市海涨 都是围绕 围绕村里面的文旅需求 双方沟通协调 拿出来的 基本上村里面 现在文旅那块的方向是比较好的 人流量一直要提高 过去一年 中山市三乡镇 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农村综合性改革 文旅融合等国家级试点 和城乡融合发展等省级试点 融入百千万工程发展大局 全面提出美丽三乡建设 近日洋剧千里江山 和中篇洋洲曲艺 永远的长征 梨花又开放分别上演 为洋洲市的观众 带来了不一样的观赏体验 由洋剧研究所打造的小剧场项目 千里江山 讲述了王熙孟以燃烧少年生命为代价 创作名画千里江山图的故事 剧目在传统唱刊中 创新融入现代音乐和舞蹈等元素 更符合时限年轻人的审美 永远的长征梨花又开放 以洋洲清曲 洋洲弹词 洋洲评划 三种表演形式交替呈现 洋剧 洋洲曲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是洋洲文化的贵宝 近年来 洋洲市戏剧工作者 根据时代发展和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 首正创新 既传承了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厚遗产 也创新探索了文化演出市场的新路径 其中洋剧研究所率先在 全省首创公益项目免费招收学员 保持团队新鲜血液的注入 和青年优秀人才的培养 我们观摩 听讲座 跟北京最好的老师学习 就你的眼光审美都会跟以前不一样 就你的视野打开了 我们今年的这部作品《小汉的云》 就讲述阎湖村的故事 讲述身边的人 身边的事 通过文旅融合 把我们的芝末创作 和我们的旅游文化建设相集合 通过我们地方市区的打造 进一步擦亮我们城市的文化名片 扬州市还将陆续推出 26台小剧场剧目 并在全市范围内 联动举办各类小剧场演出 近400场 突出扬州本土文化传承创新 体现优秀文艺成果 为及百姓 展现文女深度融合 针房服装产业是江西省南昌市 四大特色优势传统产业之一 作为江西最大全国第四的 针房服装产业基地 青山湖区基本形成了积布 掩整 印花 设计 成衣制作 外贸出口的 完整产业链 目前青山湖区的针房产业 正是把握着机遇 向着现代针房千亿级规模 发展目标加速迈进 去到位于江西南昌市 青山湖区的一间制衣公司 生产线火力全开 一派忙碌景象 公司正在赶制一批 美国展会上签订的 高档瑜伽服的订单 2024年刚刚开始 企业的外贸订单 已经排到6月份了 上世纪的90年代初 那时的青山湖区 湖方镇 京东镇 罗家镇 几乎每个村都有针房小作坊 人人都会做一些针子 即使都是小打小闹的作坊生产 但土地不多的成交农民 勇敢地卖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经过几年的发展 小作坊占成大气候 生产的服装开始出口海外 乡镇企业也逐步越来越有规模 我是2014年一直是在沿海地区那边工作 然后就是我进这个厂是16年进来的 等于也有七年之久了 蛮久的 然后回来也是比如旧家进 然后带小孩都特别方便 电话蛮大的 我来的时候我们这里好像就开了一个分场 现在我们分场也比较多 开了几个分场 近年来呢 组团出海亮相展会 拜访客户洽谈合作 出发时啊 青山湖的针房企业老板 行囊里塞满了不同材质的布料样品 归国时带回一个个真金白银的订单 我们出海不仅是抢订单 更重要的是可以以全球的买家建立联系 了解各地市场的需求和变化趋势 近三年来 我们先后投入资金近2000万元 打造了5G加自闭工厂 推进了自动化 数字化 智能化 纺织服装装备和应用 公司产能增加了30%以上 高端服装合格力从50%提升到90% 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 青山湖针房职业大力推进智慧化设备应用 以及物联网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推动产业加快向高大强转变 目前当地真房产业规模 已经突破了500亿元 拥有这样的智能化数控设备 超过了5000多台 产品从铁牌转向品牌 技术从制造转向制造 为市场由单一转向多元提供了条件 亦令我们看到世界代工厂的华丽蜕变 Yvonne,你喜欢吃蜜瓜吗? 很喜欢的 蜜瓜又香又甜 真是令人觉得很清新的 对啊,你一说起 弄得我都很想吃 接着来给你看看 第二届中国海南国际西甜瓜 产业发展大会 K海南蜜瓜品牌推介活动 在三亚举办了 现在就跟你去见识一下 这届大会以海南好蜜瓜 幸福甜蜜瓜为主题 以新品种、新设施、新业态 新模式违办会特色 多方聚力 助推海南西甜瓜产业发展 那么生产效率最高这五大 那么海南的蜜瓜产业 是产值已经超过了百亿 近年来 海南省聚焦农业主导产业 打造蜜瓜全产业链 开展蜜瓜种植机械作业推广 新品种选用 新技术推广应用 标准化栽培 病虫害绿式防控 建设了一批特色产业优势集中区 已经将蜜瓜产业 打造成为产值超过8亿规模的 王牌产业 据了解 今次大会为海南引进了 和伟道国家的优良品种和资源 并加强了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的力度 此外 大会还致力于打通 西甜瓜全产业链 为海南的西甜瓜产业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那这个大会的话 我想的话 主要是为我们这些企业提供一个平台 那不管是说我们总业界的同行的交流 还是跟科研院所老师的请教 这方面呢 我们都有在这个平台上有认识 有交流 那这样的话 对我们海南这个密瓜产业发展 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它既能解决我们这个品种选业的问题 也能解决我们这个销售问题 花契高波落在其中动月音乐会活动 在贵州贵阳的一个露营基地举行 探动体验和潮流音乐的完美结合 打造出贵阳旅游的新玩法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今天 洞穴音乐会的洞穴门口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即将跟随着安全员 一起通过我身后的这个洞穴 抵达我们今天的音乐会现场 在天然形成的洞穴里面 游客戴着头盔和手套 在安全员的引领下缓慢前行 那么经过了洞内 差不多一百多米左右的步行 我们现在是已经来到了 洞穴内音乐会的现场 可以看到旁边有设置了一些茶叶 然后音乐的舞台就在我的后方 那么现在大家经过简单的一个 修整和调整之后呢 已经开始开启一段奇特的音乐之旅 随着音乐声响起 游客直地而坐 跟着节奏一起进程摇摆 享受一场别开生面的听觉成宴 感受现代音乐和古老时空的撞击 所带来的无限惊喜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因为在这个洞穴里面搞这种音乐节 它很有氛围 同时又带了一些探险的一种感觉 包括我们广东来的有一些朋友 他们过来就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 是第一次过来 洞穴音乐会非常的好玩 然后非常的鼓鼓 然后也希望明年都好 我们还能再带着朋友一起过来 据了解 今次活动以潮池为主题 融入了B-Box 以及是雪唱表演 除了令到游客可以深入体验 洞穴探险这一行登山运动之外 还可以沉浸式感受 全新升级的洞穴音乐会 深入人心的体验 今天大家抵达的洞穴音乐会的路程 其实是经过了一段探洞的过程 那我们觉得极致的风景 或者说极致的体验 一定是要有艰辛艰难抵达 才是最珍贵的 然后我们会感受到这种时间 以及这种我们带来的新潮玩法 带给我们的魅力所在 今天所看到的洞穴音乐会 就是我们推出的一个新月态 希望有更多的游客能够体验 到花溪的山地户外的洞穴里面 感受我们爱乐制成的氛围 花溪会依托我们的山地户外 推出更多的新玩法 持续差量我们爽爽贵阳 秀美花溪的这个纹女品牌 关注国家动向的你 就要留意以下来的这个资讯 提到间隙你会想到什么 独一无二的大厂记忆 苏式建筑群 西远路上遮天逼日的法童 广州市场上海市场步行街等等 用现在最时髦的话说 CityWorker还在是间隙 这不最近我又发现 间隙一个网红打卡地 走一起去看看 这里有羽毛球场 网球场 足球场 花位博览园 还有正在建设着的精品民宿 酒吧休闲区 文创餐饮区 没错 这个集体育健身 和特色艺术商业街等功能 于一身的多业态综合园区 曾经是闲置的厂房 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了 洛阳新晋网红休闲打卡地 从2023年开始 我们对洛同东区老厂区老厂房 进行重新活化利用 通过新业态的引入 重新焕发了老厂房的生机和活力 园区的建设 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来次创业 目前园区已经成为 一个青年人创业的高地 在盘活限制资源过程中 洛阳间西区坚持微改造理念 不搞大拆大建 通过对老厂区和老厂房的重新利用 积极引入新型业态 留住间西的记忆和香愁 和企业一起探索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 新途径 新模式 我们目前已经形成了体育健身 花卉 民宿等业态 下一步搞好运营 进一步的植入民宿 城市酒吧等青年一号型业态 打造成为一个青年想来就来的居住地 提升城市品质 助力让城市经济发展 最好吴同树忍得凤凰来 目前同乐1954文化产业园 已经引入各类市场主体五十几间 一个集体育健身 花卉园林 酒吧休闲 民宿酒店 民创餐饮等业态于一体的新型园区 已经富之欲出 尿堪尘州精彩在线 维州市多个地方梅花都迎来了盛开期 不少游客都会慕名前去欣赏美景 而走到进去罗浮山景区的梅山别梦 只见到漫山遍野的梅花竞相赞放 方向四日 而微风吹过 花瓣也是随风飘落 节目的最后 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欣赏美景 今集的湾区传媒体就到这里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